大半夜民众发现自己在高雄男子区租的车库 背台灰色轿车挡住出入口了 当下报案但车辆竟然还是不为所动 一停就停到白天上午 而且因为当时他停放的地点是私人土地 没有重大违规 警方也只能够拍照举发 让民众很无奈表示应该只能够强行提告 相关单位才能帮忙脱掉 灰色轿车大喇喇停在车库出入口 民众想要进出全被这台轿车挡住 灰色轿车就是停在这里 而底下是网状线 原则上这一块地是属于私人土地 无法强行进行脱掉 无论是车停在车场人口 让人家没办法进去 警察来用不能做什么 这就有点困难 车库城租人气炸 只好无奈po网 将路把轿车拍下 说是整个停车场 车子进不去也出不来 打给警察也没办法解决 出入口被挡住该怎么办 似乎也都只能无奈面对 你不能动上了车啊 他到底为损啊 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法规之类的 因为要不然这样子 事情会越来越泛滥啊 事发在11号深夜11点多 高雄南子区 一处私人室内停车场 这部灰色轿车挡在出入口 远警或报警来处理 但时隔三小时 轿车竟然还是不为所动 直到早上才离开 也因为没有重大违规 警方只有拍照进行举发 要脱掉恐怕带来争议 原则上属于私人土地 网状线也为地主私自划设 必须由受害人提告强制最后 才能依法查扣脱掉车辆 遇到轿车阻挡私人土地的出入口 恐怕只能强行提告才能脱掉 只怕民众发挥功德心 别当入霸 记者陈一日邓明高雄采访报导